你也在挑选灯具吗 今天给大家介绍11款 经典中的经典永不过时的灯具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哈喽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这里轻松打造属于你的梦想风格 我的频道呢 主要是关于室内设计 装修技巧 DIY之类的视频 如果说你有兴趣 一定要关注我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些灯具呢 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会聊到他们的设计理念 适合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和摆放在哪里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灯具 叫做Branching Bubble 它的设计师呢是Lindsay Adelman 在2006年的作品 算是今天列表中 非常非常新的一款灯具了 它的设计呢 像是延展开来的藤蔓 上面有着含苞带放的花朵 然后的灯泡呢 完全是可大可小 有的是透明 有的是半透明 折射出来的灯光呢 是非常奇妙柔和的感觉 在市面上能找到类似的款式 有的你可以找到非常低调小小的一朵 有的你可以找到芝曼 延伸出来很多灯泡的那种夸张风格 我觉得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是自然和工业的完美结合 是它今天上榜的原因 接下来要介绍这款灯呢 叫做PH5 它的名字呢 是它设计师名字的简写 大概的设计年代呢 是1958年左右 非常的有年代了 但是如今还是很多设计师非常喜欢的一款 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还没有过时 它之所以是Number 5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五层的灯照 也是它最有名和最经典的一个款式 不过它的设计中呢 也有三层八层甚至72层 72款的那个款式 因为它每层都非常的小 而且叠加起来像是松果一样 后来被大家叫做 现在非常有名的松果灯 它整个的设计呢 运用非常多的几何图形 所以它的光线呢 是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来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惊艳 很容易在它打亮的时候 就会成为这个房间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市面上现在能看到很多的这个设计呢 不仅有白色 而且有很多不同鲜艳的颜色的组合 如果说你家本来就是颜色比较欢快 然后你想让这个灯具呢 也呼应家里面颜色的协调性 那这一款灯具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虽然最开始它最有名的设计是吊灯 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所以在市面上你也能找到类似的台灯款式 下一款灯具呢叫做Arco Floorlam 它的设计师呢是Castiglone Castiglone 总之兄弟两个 在1960年左右的一个设计 他们想在家里面的这个房间上面有灯源 但是苦于没有线路 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个灵感 找一个类似的金属杆 长长的抛出一个灯源 然后下面有一个圆形的罩子 就把家里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后来呢单纯的是因为这个设计非常的好看 适合各种不一样的风格 常常被模仿 从它的长相和设计感 部分是有点龙角分明 有的部分是圆润的 然后有金属 有灯泡 然后原始的设计里面 还有大理石的这种不一样材质的这么一个组合 真的是非常美 接下来这个设计呢叫做Beats 它的设计师是Tom Dickson 灵感由来呢实际上是他看到印度人喜欢把不一样的水壶和罐瓢盆 都顶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在街上走 错落有致 让它有这么一个灵感 设计出六个不一样形状的吊灯来组合在一起 那就是今天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Beat的款式 它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几何图形和错落有致的这么一种排列 非常像是正在演奏的音符 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现在在市面上呢非常能看到这种六个组合或者是三个一起的组合 很适合放在你家餐厅上方或者是客厅里面 甚至是厨房早餐台上面放三个不一样形状的Beat设计 经典有趣并且巧妙扬眼 也可以根据你家的五金来选择不一样的材质和颜色 比如说金色、铜色、黑色、白色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灯具叫做Grashopper 炸梦灯 可能翻译起来就没有那么优雅 但实际上它的设计是非常简约和优雅的 它的设计师是Greta Grassman 是一个瑞士的设计师 在1947年的作品 设计正如其名 底下的三个支架正像是蠢蠢欲动 马上就要跳起来的这么一个炸梦 它的确是最近这几年非常非常流行 甚至比它刚出世的时候更加流行的一个风格 家里面适合放在一个沙发旁边 作为工作灯、阅读灯 或者是放在你家的书房里面 下面这个款式叫做Tolo Lamp 是1979年的设计 不一样几何图形的结合 是让它在众多的灯具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它上面是一个半圆形的设计 下面的底座是圆锥和圆柱的一个结合 有柔和的线条 又有非常尖锐的棱角 可以说是一柔一缸 它本身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现代感 所以很适合在那种 你家本来就是家具线条比较明朗简洁的风格里面 但同时你看它的材质很多时候 又是那种金属的很多反光的材质 所以说是滑风也是挺适合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款式叫做Turner Pendant Lamp 它实际上是在2006年的设计 但是它的设计的理念的 非常像是原来的那种Art Daigo的风格 装饰艺术风格 从设计上来讲呢 它的灯泡也是隐藏的 并且外面的五层基本上是可以移动的 非常的有趣 你根据自己的心情来让它有所变化 并且在它移动的时候呢 它的光线的照射也是移动的 应该算是它最大的特点 当然它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最经典的款式是吊灯 不过现在我们也能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台灯的设计 我能想象它出现在五星级宾馆的前台大厅里面 或者是在你家的床头柜 沙发旁边的小桌子上也算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Spanik 它的设计师是Gino Safati 它的设计灵感呢实际上是源于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它运用了很多灯泡外露的这么一个设计 就是19世纪50年代的那种有点复古的风格 因为它的灯泡的外露加上它不一样的金属的运用 我觉得在工业风里面也算是OK的搭配 作为每一个房间的主要吊灯都是非常适合的 比如说客厅、餐厅和卧室 接下来这三款呢其实我有一点点犹豫 要不要放在今天的视频里 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好看或者是经典 而是恰恰相反它们真的是太经典了 而且不断的被使用被模仿 所以就出现在你家和我家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它想 这不就是普通的台灯落地灯吗? 难道也是出自哪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之手吗? 不过的确的它们的确是历史上非常非常经典 而且实用的款式 那我就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 必须要提到的当然就是AJ系列 这个系列的灯具呢是以它设计师的简写命名的 也是出自于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作品 这个设计师呢实际上非常非常有名 比如说我们的弹椅也是出自他手 这一款灯具非常的展现了它的设计风格 它的灯罩是上窄下宽 而且实用性非常强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它的折射方向 很适合在家里面作为工具灯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系列 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你肯定见过甚至拥有这款灯 那它就是1227系列 所有的台灯可能都是以它为原型而设计的 它原本的设计出自于1934年 它的设计师叫做George Cavadin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Pix R动画片片头的那个设计 实际上就是这个1227系列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叫做3 Arm Floor Lamp 也是一个1950年代的设计 那这款灯具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三个灯罩呢 是可以转换位置和移动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同一个空间 它们有不一样的功能性 正是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有设计感 然后又加上它强大的功能性 所以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当初最经典的的确是落地灯 不过你现在也能看到很多的强灯甚至是吊灯 也有采用类似的设计 可以根据你家里的不同需要来做一选择 上面呢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非常经典的灯具 有没有哪一款是你会选择购买的 或者你觉得哪一款我有漏掉 希望你能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说今天的视频对你有任何的帮助或者是启发 希望你能给我点赞留言收藏分享一条龙服务 还有关注我是对这个频道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Nancy 我们下次见 Bye